OK,再来看一下刚刚提到那个加总1到99 而且我这边问的问题的时候 还要特别跟他讲是什么样的层次 然后用什么样的回圈 因为回圈有两种,一个for回圈,一个file回圈 当然你说老师,如果我把这个地方改成file回圈的话 会不会有不一样,一定会有不一样 因为你已经跟他讲说哪一种回圈 所以除非他看不懂 不过理论上这应该是很一般性的问题 他一定会帮你用for回圈 所以果不其然,里面的话也是for回圈 那你说我要改成file回圈怎么办 你不会写,没关系 你只要再问他一次file回圈 他就把file回圈的程式丢出来给你了 你可以知道说 11299用for回圈比较好 还是用file回圈比较好 ok,但我也不要先跟你讲答案 你们也可以自己去判断一下 所以如果你用for回圈会的话 下一步就是要把file回圈学好 两个如果都会的话 基本上你要控制 重复做这件事情 就比较能够得心应手 当然可以想见 for回圈其实后面是一个清单 所以他比较适合的就是一个范围 也就是我1到99 那就是一个范围 但未来如果那个不是一个范围 而是一个什么事情发生的状况 为true跟force的话 那显然比较不适合for回圈 那就用file回圈 所以你可能要判断一下 不过我后来发现 有的人根本不管 甚至后来发现 有的人 根本全部都写file回圈就好 可不可以?也可以啊 你说那是不是for回圈 所有的程式都可以改成file回圈 绝对没问题 那你说那不然干脆 你会干嘛要个for回圈 其实主要是因为 如果你用for回圈 会简单很多 因为他就不需要第一个初始值 他也不需要步进值 不然的话你会发现 如果把这个程式改成坏回圈之后 会多出一些东西 会让程式感觉蛮混乱的 待会会这样跟各位说明 所以你们要特别知道一下 到底有什么差别 那他写出来的话 其实好像差不多 只是说他变数名称 他叫做total 那我叫anf 那他另外一个地方不一样 就是加等于i 这个的叙数方法 那我刚刚有讲两种方法 哪一种方法好 你习惯就好 你写出来不要错就好 ok 那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希望改变 改变成什么 所以我把上面的问题复制贴 贴到底下 那只有加一个叙数 就是分别帮我加种奇数与偶数 我想说这样应该他看 我想他还算聪明 我觉得他没有很笨 而且他的智商应该比大学生 智商还 就正正在这样子 他其实好像感觉 我觉得他其实都蛮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除非说我跟他讲的那个 有一些字词他可能觉得太深色 他不太懂 那他就会出一些状况 不然的话理论上应该ok 所以他也看懂奇数跟偶数 为什么我知道 因为他其实里面有没有 写出来的程式 就是我要的 回圈里面加一个逻辑判断 有没有 我刚刚有讲过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就是要写跑两个回圈 不过理论上如果可以跑一个回圈 不要跑两个 为什么 因为其实 实习效率一定很差 一般都是写回圈里面加逻辑判断 比较多 不要没事 不然的话有人写好几个回圈 天啊你干嘛写到多回圈 你可以写一个 他说不会我只会回圈 所以你加个逻辑不就好了吗 不知道加哪里 所以这个就是问题所在 那至于怎么写 然后怎么改 这个的话呢 当然第一个可能会需要两个变数 因为刚刚我们的ANS 一个嘛 所以其实你可以把它变成两个 一个是奇数的加种 一个是偶数加种 他这个用的变数名称跟我不一样 不过没关系 那我怎么改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以这一题来看 那我刚刚有讲到 那第一个的话呢 我已经在这里面加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这个清单里面取得的I值 它除以2之后的余数 是1的话 那特别是如果你中间这个地方只有一个等号的话 那表示什么呢 你后面的资料 复制到前面去的意思 可是问题我们现在不是要复制 不是要把I放到前面 我是要比较 所以如果你要比较的话 特别注意 一定要两个等号 OK 记得要两个等号 不然的话 它会以为你要把这个I放到前面的变数里面 前面又不是一个变数 是一个运算式 那就会发生错误了 而且这个也是Python跟VBA的不一样 VBA是后面知道复制到前面也是等号 然后比较也是等号 也是一个等号 不是两个等号 所以会造成有时候习惯写VBA的人 突然写Python 这个地方就会出错 OK 因为它一个等号可以有两种意思 那在这里的话 一个等号跟两个等号意思不同 可能要注意一下 甚至我记得好像更厉害 还有Java speaker 里面还有三个等号而已 三个等号就是左边跟右边 还有另外一个比较 比三次的意思 不过这里的话还要只有比两次 左边 这个等号应该是前面的资料 这个等号是右边的资料 两边把它取得之后 做一个比较的意思 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子 如果有不对的地方 可能再告诉我一下 好 那把比完的结果 所以 如果E 它除完之后的余处 当然为E 所以E为处的时候 那就把E的部分写到这里 所以第一个 我们会需要一个 也许叫A好了 NSA 就是基数的结果 然后呢 我再把 这个Ctrl C 再加一个 NSB好了 用这个来当成是 偶数的加总 这样OK 第二个的话 逻辑判断 这个是 放那个 激素的加总 所以把这个 刚刚的加总 这两行 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的下方 记得喔 因为逻辑判断的下一阶 所以一定要记得按 按Table键 如果没有加Table键 没有缩牌的话 会出错 那错误的话 我前面讲过 因为缩牌 是Python程式的一部分 用来当成是 它下一阶做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没有 按Table的话 它会变成一个 以同一阶 它就不知道 是在一幅的处 下去做这个事情 的意思喔 所以可以做 我发现 有一些初学者 最容易发生 那个 缩牌 第一个错误 第二个 形态错误啦 我发现好像同学 都很容易Type-L Type-L 要不然的话 第二个好像缩牌 第三个打错字 好像都是这些问题 所以如果你可以避免掉 刚刚讲的这些问题的话 那应该你打程式 就会很愉快 OK 不过 写程式 是真的蛮烧脑的啦 所以如果你真的回去 有认真在写程式的话 可能会有个症状 也不知道症状 所以会有一个结果啦 就是说你那天晚上会非常好睡 躺下去 马上睡着 那表示说你那一天 烧脑的程度够了 因为我记得我以前就学程式的时候 真的都是这样子 躺下去马上睡着 然后以前 刚那个Programmar的程式的意思的时候 礼拜一到礼拜六每天都在写程式 然后礼拜六礼拜天都在睡觉 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回去就是很累很累很累 但是不是身体的累 是脑袋很累 所以就非常想睡觉 不知道为什么 真的 后来发现其实就是因为 脑筋一直在转 一直在动 然后一直在想 一直在做 所以 反而会比较觉得疲倦 这个我不知道 所以后来呢 在写程式 观念慢慢转变 所以比较不会有这种症状 慢慢好像 到了一个阶段之后 换了一个方式 学习程式 好像就好很多了 OK 好 我在想说 可能是因为初学的关系 要记得东西太多太多太多了 这怎么又是一个 又是一个专有名字 又是一个心动 又是一个领域 真的是 那后来好像几乎慢慢 不用背的 因为刚开始有点像死背 这个把它塞在脑袋 这个